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就是爱理财 我是主持人利隆 也是你们投资理财的好朋友哦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介绍我这个频道给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投资理财的知识书籍和相关的服务资讯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和留言分享 并且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财经知识咯 接下来进入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用三小时学会量价操作法让我股票赚三倍 200张K线图看透主力合法人 在低价买进的轨迹 内容简介 100亿资金经理人 继畅销书主力K线技术分析 再分享投资至胜秘诀 教你用量价操作一次抓对标股 零基础也能学会超简单图解个股盘面分析 全书以实战案例 教你看穿个股的价量与涨跌关系 并以K线分时图预测上涨股 再结合均线抓到主力进货与出货点 让短线的投资胜率提高90% 成交量与股价有什么关系呢 散户为何要学 量价操作的量指成交量 价值股价走势 量价操作可以说是股价的动力与方向操作 成交量是动力 股价走势是方向 如果没有足够的量能作为股价上涨的动力 上升走势是难以维持的 所以美国投资专家葛兰碧说过一句名言 成交量是股票的动力 而股价只是成交量的反应罢了 可知价与量是不可分割的一组分析整体 投资人看懂量与价后 相互参照解读 才能准确预测股价运行方向 看穿个股的涨跌关系 零基础也能学会 三小时看懂量价操作 本书有潜入深 说明量价操作的原理 构成 及相关的重要概念和技术分析 就算是股市新手 保证也能轻松理解 并正确运用于实战 什么是K线 分时图 量与趋势 为什么重要 第一章 技术分析基础篇 成交量有哪几类 在股市上代表什么讯息 第二章 放量与缩量的多种类型 什么是主力 要怎么跟随主力 低买高卖 第四章 教你用主力看懂量价 日K线图 为什么重要 重要的形态有哪些 第五到六章 K线图上涨与下跌的形态 如何运用分时图 抓到最佳买卖点 第七章 经典分时图的量价组合 用K线图和分时图 破解主力 法人 在低价买进的轨迹 K线图 一般以日为单位 能反映股价的变动情形 分时图 以分钟为时间周期 能看出大盘 和个股的动态 新手 老手都知道 有效掌握主力的买卖动向 是散户获利的必要手段 本书以多达200张的K线图和分时图 来分析经典的实战案例 投资人以此熟悉主力动向的规律后 能更容易解读行情的变化 抓住主力的买卖点 结合各均线的分析优点 双重技术分析让成功翻倍 趋势决定了投资人的交易方式 而均线是最能掌握趋势的分析工具 葛兰比的八大法则 是趋势分析的重要参考指标 本书以该法则的八个买卖点 结合量价操作 来加以说明实盘交易的趋势 结合双重技术分析 能帮助投资人在实战操作中 更精确判断出买卖讯号 超图解分析 13只黑马骨的经典量价实战案例 进货后极度缩量整理 电信类骨 盘整中的极度缩量 物流类骨 独立骨回落启动点 缩量盘整 电子类骨 震荡上行区间 整体缩量 医药制造类骨 涨停突破点 强势放量整理 电子类骨 突破点连续加仓式放量 能源类骨 N字形放量涨停 造纸印刷类骨 跳空板空中加油放量平台 文化传媒类骨 不放量收复前期跌停区 汽车类骨 启动前的逆式放量震荡平台 纺织服装类骨 涨停震荡平台 温和放量区 航空类骨 弱势涨停板 小量突破低位震荡区 医药制造类骨 平量式突破震荡区 机械类骨 名人推荐 成长股达人 富裕国 一大 目录 前沿三小时学会量价操作 让你投资胜率提高90% 第一章 想学会量价操作法 你必须懂得基础知识 1.1量价图 有两种 K线图与分时图 1.2 如何看懂成交量的含义 1.3 如何建立交易前的完善系统 1.4 如何抓出股价涨跌趋势 1.5 如何掌握股价大幅变动的买卖时机 第二章 看懂放量与缩量 因为有量才有价 2.1 循序渐进的放量 温和是放量 2.2 突然大幅度放大 突兀是放量 2.3 大单交易频繁 连续是放量 2.4 回档走势中的缩量 反映投资人心态 2.5 滞涨走势 应结合整体价格走势分析 2.6 下跌趋势的典型量价关系 跌势无量 第三章 用均线结合量价 操作中短线交易法 3.1 葛兰比的八大买卖法则 3.2 趋势中的筑底 及升势量能特征 3.3 趋势中的见顶 及筑顶量能特征 3.4 趋势中的跌势 及反弹量能特征 3.5 趋势关键点量能特征 第四章 跟注主力 进行低买高卖的波段获利法 4.1 什么是主力 它们的获利手段是什么 4.2 主力的类型 及投资风格有哪些 4.3 中长线主力 与短线主力 持股方式大不同 4.4 主力洗盘出现时 是入场好时机 4.5 主力拉升时 常见的量价形态 4.6 主力常见的整理方式 及量价形态 4.7 主力出货的量价关系 可作为风险评估 第五章 我用日K线与成交量 预测上涨股 5.13个交易日的量价形态 进攻式三日放量组合 5.2 长阳线突破点的窄幅整理区 有望展开突破行情 5.3 圆弧右侧的滑落低点 是短线入场的好时机 5.4 红三兵 是可靠的上攻讯号 5.5 回档后的缩量整理平台 主力随后快速拉升 5.6 穿越型的长阳线 可以积极买入布局 5.7 缩量双三探低形态 预示有望展开上攻行情 5.8强 缩量出现 表示有主力资金积极吸筹 5.9 缩量到三角形态出现 可积极买股入场 5.10 看到平量是攀爬上川震荡区间 因耐心持股待涨 5.11 中短线急跌后回升缩量 有望出现一波反弹走势 5.12 放量突破后 应逢短线回档之际买入 5.13 震荡活跃时量能 可累计的涨幅不大 5.14跌势中 巨量阴线后的反弹点 可能有下跌风险 5.15 强势版 次日巨量阴线 为股价短暂的快速回落走势 第六章 我用日K线与成交量 预测暴跌股 6.1 单日放量涨上引阳线 应卖出股票 以回避风险 6.2 放量阴运线组合 表示空方抛压较重 6.3 短线上冲单日天亮 回落幅度大 6.4 放量上涨中 探头是量能 随时可能反转下行 6.5 递增放量下的量能峰 是股价的阶段性高点或低点 6.6 大幅放量是滞涨 股价走势 多会震荡缓跌 6.7 高位整理区突然缩量 股价走势 多已震荡缓跌 6.8 震荡破位前 突然缩量 预示主力 参与能力提升 6.9 穿越时长 因放量反转 此时因果断卖出 6.10 跳空破位放量 长阴线 此时不宜过早 超低买入 6.11 高点收涨的天亮阴 其转向后的下跌幅度 会较大 6.12 飙升股量价 缓慢下滑时 因果断卖出 6.13 巨量的长下阴线 因短线卖出离场 好了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 书籍购买网址 我放在影片描述栏中 想要了解更多 可以前往购买越多 还有喜欢我影片的人 别忘记按赞订阅 及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